欢迎大家来到新的一期李丁聊天室,今天我们请到周昌映来,我们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呃,回国,然后创业的一些,一些思考,呃,长颖跟听众们介绍一下吧,啊,大家好,啊,我是周昌映,然后你现在是在国内创业是吗?啊,对啊,我去年开始在国内比较多,但其实在美国这边,我们其实也在做一些事情,了解,然后那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 有一段时间是在割大,我们好像没有overlap,但是我们都是在割大的的的PhD嘛,然后毕业之后,我记得当时你是去了Google做了一段时间的researcher是吧? 对,我是割大11年的PhD毕业,然后啊,其实在毕业之前,呃,刚好在GoogleX有个机会,然后那时候的Leader就邀请我,其实那时候还有一个Shitago的Professor,我们三个都是同时从学校,他们两个是在 算是,呃,暂停的教职呢,我是修学,然后一起在GoogleX成为了新的主,呃,所以在Google大时候做了大概4年,然后我们再从Google出来做创业。 那一开始的这个呃,创业的这个这个契机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们想那个idea,然后就感觉啊,在GoogleX做做的,可能没办法做这个项目,然后你就自己出来创业了,我们还是有别的一些一些契机。 对,差不多吧,我觉得有很多,一般都是好几件事情同时发生,才去做了件事情。呃,一个呢,那时候我在X做了4年,然后有一点点过我的就是,我发现在X做的东西,呃,跟我自己想去打到的一些效果可能会不太一样。 第二个呢,第二个呢,就是我后来想做的那件事情,我觉得呃,最合理的地方不是在一个大的公司里面,呃,如果做一个初创公司去做这件事情可能更高效,呃,所以就是,然后还有其他一些Personal的原因,所以我们就出来去做了一个初创公司,呃,15年的时候。 了解,了解,那你一开始的这个创业是做了什么方向的呢?嗯,我最开始去做的东西跟现在很不相关了,那时候是做了一个跟Foto有关的东西。 因为那时候我比较喜欢做摄影嘛,对,然后做完摄影之后,我有很多很多照片,所以那时候想做了个,其实从现在看是一个很像现在GoogleFoto。 对,对,蛮像的,但是那时候我想要做的功能就是,当你呃,有这个APP之后,你可以飞快的,把你手上的所有的照片做出整理,呃,快到,比如说你手上有2000张照片,当你装完这APP的30秒之内就全部整理完。 啊,所以我觉得会是用户体验会比较好的一件事情。 但那时候因为第一次创业其实没有想的特别周到,啊,然后这个项目其实做了一年,啊,后来我们就去做别的事情。 了解,然后呢,之后,之后做的是,记得我们之前好像在CGrab的时候也聊过,好像是做了一些关于360视频和AR VR相关的一些方向是吗? 对,因为我自己一直想做跟视觉有关的,包括在Google我的PGD,其实都是跟Pixel相关的东西。 Loto Video,然后16年的时候,啊,因为我之前就对VR都比较关注嘛,16年的时候我觉得,呃,可能时机可能比较接近了。 所以我们去做了一个,怎样提升VR视频的体验的一件事情。 嗯,在那时候就VR的视频的清晰度非常差。 嗯,对,有很多原因,有网络的原因,有graphics的原因,有更多样的那个rendering的原因。 所以我们那时候做了一套方案,可以帮助人们在头显上面把VR视频的清晰度可以提高2到4倍的样子。 所以那时候还是觉得非常exciting。 那当时有点技术驱动,呃,所以我们很exciting去把这个呃,技术给实现了。 然后实现完之后呢,把它做成一个SDK,提供给,呃,呃,VR video整个行业里的想象去用。 呃,我觉得还是比较,比较到现在看还是比较proud的一件事情。 嗯,但是呢,呃,就是另外一个这个lesson就是说,当你做非常exciting的tech的时候,呃,市场未必会ready。 你以前做,特别在学校做research的时候,你希望你做的东西能够领行行业,比如说5年20年呢,那更好。 但真正你在做创业的时候,你不能领行太多。呃,当市场不ready的时候,呃,可以玩你在做。 所以其实换句话说就是可能,可能就是你领先5到10年的话,别人感觉很酷。 但是别人不知道怎么跟他们现有的产品结合起来怎么用你的,他他并不知道。 对,还有他市场的成熟度会比较低。 可能大家都还着急的时候,我怎么能去做一个VR视频。 他根本还没有去想,就怎么做一个更好的VR视频。啊,所以呢,你会发现很多人帮你做VR的app啊。 这样子类的。啊,他们可能反复做得更好。但是你是在相当做VR之上。 说我怎样提升你的体验,呃,百分之一百,百分之两百。 那这样子对他们来说是secondary就是其次的一件事情。 呃,所以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一些,但但他long term来说会是个不错的business。 但是你就,你得有很好的耐心去等他去成熟。 对,那那现在你们还在这边等待,还是说在尝试新的方向了呢? 我觉得等待就是,我觉得时间很宝贵嘛。 那你可以等他三年五年。 呃,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从去年开始,我们在中国做了我第二家创业公司, 叫世间瑞兰,叫Vistream。 嗯哼。 那这个项目呢,还是围绕着视频的体验。 呃,还是通过AI的CG跟HCR的方法,提升你视频的表达的,呃,一个效率跟体验。 呃,但是我们不再把它举行在VR的视频。 比如说一定要戴上一个VR的头盔,不再需要。 呃,但是对于一般2D的一个,一个window的一个视频,我们就可以去做。 那这个呢,可能从技术research的角度来说,可能觉得没有那么fancy。 因为毕竟,呃,2D的video大家已经做了十几二十年。 对。 但是呢,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很新的,就是推出real-time的一些processing的事情可以做了。 呃,早个三五年,你可能在手机上或PC上,你跑不了非常多,呃,有意思的processing。 可能都是做postprocessing。 那我们现在是希望把大部分的postprocessing全部能用在real-time的videoprocessing上面去。 那就会有很多很好玩的一些利用。 然后从技术的角度来说,我们就发现原来大部分的postprocessing的方法, 现在在real-time都是不能用的,你要重新写它。 呃,从市场的角度来说,呃,在中国至少非常大。 有个人直播,嗯,那也有各种视频会议,包括我们现在正在做的。 对啊,在美国这边可能视频会议可能更普遍,直播稍微少一点。 但是我觉得接下来的三到五年会是非常大的一个市场的需求。 那在这个大事上需求里面,比如说我们技术能够发挥出很大的作用。 我觉得这是创业最想追求的事情。 所以这是我们去年到今年正在做的事情。 我有我有几个这个follow up的一个问题。 首先是说你提到了说,呃,因为可能创业上时间很宝贵吗? 所以你们没有选择接的完全在等待之前VR的这个这个sdk的这个成熟。 所以你就创选择创业新的方向。 但但你也选择了回国,大概是在刚好是在疫情前后的这个时间点。 然后呃,你建议分享一下你当时回国的一些这个动机和和这个思考吗? 这还蛮有意思的,就有点机缘巧。 因为其实去年3月份的时候,我其实为了送家人回来。 所以呢,我们就凑在美国疫情还没开始。 中国疫情差不多已经被控制住的3月份回来。 那回来之后,因为再回美国有点不方便。 所以刚好我们在寒州,我们在寒州会接触到很多需求。 就很有意思就是,呃,我们并没有非常主动去找别人。 但是会有很多人会说,哎,我现在有些视频的需求。 啊,能不能帮我们去做一些事情。 然后我在国内待了几个月之后发现,呃,这个这个market其实更excited。 就可能原来可能我们会看非常多VR,AR, 然后做各种各样的,从research角度看,就非常fancy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真正去接触,呃,行业的话,你会发现很多真实的需求, 它背后也可以有非常有趣的高效率解决方案,我们可以去做。 呃,所以,呃,这是一个原因,就是在回国之后看到的机会。 然后原来在国内一直有一些业务在做。 在做的过程中发现国内的人才,我觉得其实,呃, 这可能是我自己主观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有一点点像超越美国的样子。 中间有一个typical的例子,就是说,我们那时候在热大招了一个实习生。 然后我发现这实习生真的非常厉害,呃,很年轻。 然后,我觉得它成长的速度超快。 然后从,从无论从salary,还是从它performance角度来说。 我觉得基本就是,在硅谷你很难想象,就是说,用用同样的,或者是它两倍或三倍的cost,能够去,去hire到这么优秀的一个talent。 嗯,然后我就仔细看,呃,其他的一些大学生在国内的。 我觉得从,从人才,人才酷的角度来说。 呃,我三号觉得中国是可以跟每个compete的一个地方。 呃,所以那个,呃,也是另外原因,我觉得可以在中国做一点事情。 了解,对,你说到这个,这个呃,就是招人的这个成本,那那肯定是的,因为国内的这个工资水平和这些其他的跟跟美国特别硅谷的相比,肯定是从绝对数量的数字的话,应该是要低一些的。 然后的确像人才质量可能其实差别又没有那么大,特别像国内现在高等教育发展的越来越好。呃,特别在技术的这些方面的话,纯技术方面可能真的是是非常非常的类似的。 然后刚才你提到的这个有一点,在我听起来像是说,呃,以前你在硅谷做的时候是更是技术驱动型的。 然后呢,在杭州被各种。 搭档啊,或者合作伙伴这个这个联系之后,有点像是商业驱动,就他们给你提了各种各样的,他们做不了的事情。 希望你能够带你团队来来做这个事情。从这个技术驱动到商业驱动这个转转换的话,你觉得你是个人会更喜欢哪一种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技术创业的人就是比较永恒的话题,就是你这件事情到底是技术驱动还是市场驱动。 我觉得第一次创业的时候比较比较是一个技术驱动,呃,第二次的时候比较偏向于产品驱动,呃,市场驱动。 我觉得需要一个balance吧。 就是说,首先,呃,每个人还是要知道自己的层数在什么地方。 比如说,如果你让我去做一些,呃,比如说电商贸易,那我肯定是做不了。 你市场再大,我也是不能做的。呃,我知道就是我的acceptities,我的朋友圈,呃,我的整个兴趣,都是跟,呃,pixel,跟,跟视觉相关的东西。 呃,但是我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大家可以更加broad一点。 比如说,如果你的这个需求是跟,呃,speech相关,HCI相关,我觉得其实也是没有关系,不需要这么nary。 所以你应该把自己给换成就是说,你是AICVCG这个大的领域的人,不要太nary。 呃,另外一部分来说,我觉得还是,最终还是应该是市场驱动。呃,你得看到这真实的需求是什么。 如果你不看真实的需求,去做一个好玩的事情,我觉得最好的地方应该是在学校。 然后在学校你可以做更多的research,完全是你的一个兴趣。 你对这个行业发展的这个技术,技术发展的判断。 所以一旦创业,我觉得首先还是应该是市场驱动。 但是你按照自己的技术的expertise,你可以说我做一些filter,就哪些啊,东西是你上方可以做的。 呃,然后你再要考虑很多商业模式上是什么成立,不单单是需求。 呃,因为考虑就是说,为什么是吃饭工具做,而不是一个大省来做。 我觉得这个地方其实要很难一点,就是你要抛开自己的一个欲望。 就是你觉得我非常想做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呢,也很有市场的价值。 那一定要做吗?也是未必的。就是因为它很可能是更适合一家大公司来做。 嗯,如果它更适合大公司来做,那你就应该用他们来做。 这个地方应该抛掉自己的这种不舍得的一种心情。 对,那你刚才也提到说,现在想做一些就是在2D里面这种, 就是传统视频里面提升表达和交流体验的。这个可能听起来比较抽象。 你能有比如说一两个具体的例子你可以分享的吗? 呃,我们自己做的东西,因为还在调什么的吗?可能不能讲很多。 但大概可以讲讲几个给大家一个感觉。 嗯,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做视频会议的时候,比如说你比我们正在聊天。 然后想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说我刚才说的这个概念是什么样的效果。 其实用嘴巴描述其实很困难。 比如说我有5个slides,那我可以把slides放到我的眼前。 那你看这slides,但是会挡到我的脸。 那一种方式你可以把slides放到我的背后,把人像抠掉。 所以你在做video presentation的时候,你始终是有PPT在后面。 感觉你是在PPT前面走来走去的。 那其实这是非常简单,就是把人体的扣向跟你想present,无论是photo也好,PPT也要看到后面。 那这其实是一种可能是现在能想到最简单的一种present的方式。 那这就是比如说怎么在2D video上real-time的去更好的呈现你想讲的事情。 也包括比如说我对自己的展现很不满意。 或者说我的转向不利于我去推向我想讲的事情。 那其实real-time可以把它放在形象。 我看到上一集有一次利益做的时候,它是把自己变成一个advertile。 我觉得挺好,就是可能对很多人可能会更愿意这种方式来呈现。 我觉得应该这些都是归到这一类里,怎么样把2D video能够做出更适合表达的一件事情。 那还有一件事情,比如说现在,举例就是大家都会写作文,对吧。 因为从小大家都练习过写作文。 但是除了专业的视频制作者来说,其实非常少的人可以用视频来讲一个故事。 只要超过15秒20秒,一般做出来的视频就没法看了。 因为他的story,冰剧怎么编写,演人怎么演,拍车怎么拍,普通人都不会。 但这我觉得就是一个不公平。 就是对于两个人来说,一个人会做视频,因为不会做视频。 讲同样的配领,甚至不同的配领。 那个会做视频的表达力会非常强。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需要被解决的问题。 了解。你刚才举了三两三个例子,我觉得都都非常好,能帮助帮助我,也相信能够帮助听众去去理解。 你你在想了这个大概的这个方向。 然后那我就又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刚才也提到了,这几个方向都很好。 但是为什么他适合创业公司做,而不适合大公司做。 就比如说你说到这个直播吧,比如说直播要实施的加脸部的filter。 那现在比如说抖音啊,然后快手啊,所有这些直播的app,他们都已经,他们首先有受众。 然后其次他们也是所谓的大公司,他们有资源去做这方面的这个投资。 那为什么你觉得大概这种方向方面的事情适合小公司来做呢? 对,我觉得这东西非常tricky啊,如果只是说做一个脸部的filter。 也包括说做个简单的用PPT办的背后,我觉得这不应该是出众工程去做的事情。 那一般我们去做的事情会更深入一些行业。 比如说我们会跟比如说做企业服务,或者是把这一类的这个概念用在比如说, 某一个需要很多know how的一个地方去。 那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们一般不太会具体去讲我们去正在做什么事情。 可能到我们产品已经比较大的在lunch的时候去说, 因为我们需要一定时间去积累自己的know how。 比如说如果你做企业服务的话,包括视频会议。 其实你是可以把这一块做得很深的。 怎么样做,比如说我们反弹的时候可以把更多更符, 包括反弹之后,反弹之前,整个流程, 可以把它做得非常细化,把这个服务做得特别周到。 那这个东西其实比较适合创业公司来做。 但基本的比如说领布加比特,怎么样把我们视频做的声音更好, 然后更流畅,视频的压缩都做得好。 那这件事情我就应该是去让大厂去做。 了解。了解。 我大概憋得到你说的这个事情了。 然后然后你的思路就可能是说,比如说大厂如果把这些比较底层的音频优化, 视频优化,压缩都做好了之后,他们可能再会来想说, 那我要做这些bonus feature,他们这个时候可能就会选择说来来收购啊,或者说这个来小公司这种感觉是吗?合作。 OK,对了解了解。对,我觉得对这个挺挺有感触的, 因为就是比如说我们公司用的这些视频平台就是反而不是做吗? 然后就就你说这种底层问题都还有挺多的, 就是都没有办法很简单很流畅的,就是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开到开的很好的会。 然后比如zoom的体验,就是像你说的吗?他可能没有很多很fancy的feature, 但是他底层的这几个以后都做的特别好,所以我觉得这是你刚才说的一个体验, 可能说zoom他就会接下来就会想说怎么再做一些更加expressive的这些这些feature了。 对,对,因为其实从大的几个平台来说,比如在国内有腾讯啊,像zoom, 如果你把他们放在一起compete的话,他们去compete的东西,跟我们做的东西相关性不大, 因为他们要compete,比如说怎样子更更流畅,声音更好,他们做microphone array, 怎么采一采的更准,怎么把你的键盘声音给消掉。 那这是他们是要处理非常多genic的事情。 然后如果做RTC的话,RTC有很多技术要解决。 所以他们尽可能包括agora机构一些做RTC的公司, 就他们有非常多东西要compete,那是他们的主战场。 但是涉及到业务相关,比如说跟你公司的管理相关,弊端的经用, 那个是next level的东西,应该是让很多不一样的出场公司或别的公司来做这些事情。 了解,对,然后你刚才还提到了一点,是说你在国内现在考虑很多的这种2B的这种scenario, 而不是传统意义,像国内我的了解可能比较比较,我在国内的创业环境其实不是特别了解, 但是好像感觉很多都是2C为主的,我很少去了解2B的这些行业的, 然后你对于这两个这个这个感觉有什么区别吗? 我觉得可能还是看创始人个人吧,可能我已经不再是20年轻的小朋友了, 因为我觉得图C可能会需要更年轻一点,因为像我们在公司做过比较长的时间, 其实对企业,无论是大B还是小B吧,可能小B可能更适合我, 就说一些小型的企业,我觉得这是我对productivity跟experience这两个我会比较balance, 那如果说图C的话,可能大家会更在意一些这种,怎么说, 就是那种feeling大家会感觉到,我觉得并不是我们最上肯的东西, 另外图C的话,在中国其实现在已经比较,一般来说,但不是绝对,相对比较难做, 因为几个几个大城都会看得很小心,但图币的话可能在中国之前可能比较少, 但最近几年其实我觉得是比较好的机会。 了解,了解,对我之前感觉的一个区别也是,就是在做2C的话可能就是要迭代很快, 因为用户的这个需求每天都变,然后2B的话可能,可能像你说的这种小型企业的话, 可能可能会对这个稳定性有一定的要求,它并不需要每天都变, 它那可能就感觉你要保证它的这个这个在线的时间,你要保证一些, 呃每次迭代的这种异用性能够保持这样子的话,上班的人不用每天学一个新系统这样子的。 对,然后2B的地方呢,knowhow更多一点,呃,所以对大厂的壁垒就更高。 了解,了解,呃,我看到这个还有一个可以我想跟你探讨了,就是说,呃,你在创业的这个, 包括你工作到创业过程中,你也换了几次这种研究的这种,或者这个这个创业的方向吗? 那你怎么去评估或者选择你自己想长期解决的问题呢? 嗯,怎么回答呢?嗯,我想一下,嗯,嗯,对,其实,其实自己的兴趣是比较,我不知道每个人会怎么样, 我的兴趣可能比较稳定,就是都在视觉相关的,无论是从photo来看的video,呃, 然后中间做做VR,呃,我觉得这个兴趣,我觉得应该是要与此精神,因为我经过很多朋友, 就中间因为某个机会,然后去做另外一件事情,然后过三十年之后,欢迎自己还是喜欢原来的东西又回来, 所以折腾会比较多,我觉得这个是要非常小心的事情,然后如果在这个兴趣的,的基础之上, 我觉得很多工作来回换,其实关系不大的,比如说原来,呃,我在哥大呆了四年, 然后之前其实在MSRA呆过一段时间,那其实我觉得从,从哥大再去Google,然后再去创业,对我来说,呃, 都是在做我自己喜欢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是首要的一件事情,呃, 然后的话,我觉得每个阶段大家想法会不一样,比如说在,在哥大的时候,呃, 因为那时候,呃,因为我的导师就是在做competition photography 这一块,呃,我们那时候想法就是,至少我的想法, 我未必能代表他的想法,就是我们,我们想做的是,希望一个非常革命性的一个理论, 或一种技术体制,然后能够帮助整个competition photography 会有很不一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那那个是花了四年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呃,呃,呃, 然后如果继续往下做呢,我应该去做professor,但因为我从各种原因,我去,去临时去了Google X, 那去Google X的时候,其实换了一种方式,就是不再做那么deep research, 而是想做一些能够直接,呃,呃,产生效果的一些技术和产品,呃,呃,那时候比较有意思, 我们在,我们在,我们在Google X的组,我们一个组大概有百分之三十或四十是professor background,呃, 啊,但是我们的说法是说我们不做research,嗯,很有意思, 那从外面看过来,我们可能是在这个,但我们不觉得自己在做research, research从我看来就是你在解决一个很大不确定性的,呃,给他不确定的问题,找一个方案, 嗯,那我们那时候做是,基本我们做的东西,从我们看来都是有确定性的, 就是,虽然我们可能花半年或一年时间去做开发,但是我们心里是造成功,一定是可以做出来的,呃, 因为我中间背后的research跟底细,其实我们都是有安全的,所以我们不觉得自己在做research, 更像是做,把自己脑子中的一些想法给一般能处,所以这是又跟学校会不太一样,呃, 我觉得在很多大厂的research可能都会有多多少少会有这种性质,是的,呃,如果你在大的公司里面做一个纯的research, 但是你可能非常sign,你可以说我带来一个产生的方向,公司允许你fail,呃,就公司允许你的80%的机会会fail, 但我觉得一般的teenjunior research,我觉得一般没有这个luxury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你一般会做一些,你觉得有80%机会会成功的research的项目,然后不能太长期, 那我觉得这个,当你选择在大厂research的时候,我觉得你就应该有这个认识,呃, 我说去了之后发现,哦,原来不是我想要的,那我觉得应该是choice之前, 应该知道这件事情,对,我觉得你分享这个很很对,对,对, 对,当然我对了想法,因为我猜,肯定有些人也非常厉害, 他去了公司的research也能把一些大的不确定性的, 那topic也能做出来,我觉得肯定是存在的,呃,但是可能在我任期之内, 那个可能是exception的一些事情,呃,然后到了,到了初创公司的话, 其实会把这件事情更推进一步,呃,对,前面还一个事情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如果在大厂做research的话,呃,一定要让自己的research topic跟公司的relations align,就是你是,你是不能改变它的, 你只能让自己fit in它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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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重要的, 在在学校的时候不需要,学校的时候你好像可以开一个, 你认为重要的新的方向,只要跟你老板的方向,大体上fit就可以了, 我当我知道在美国很多professor,其实他是比较,呃,就是,呃, 允许学生去做一些不太一样的一些一些工作的, 但在公司里可能会比较难,对,然后我就很有意思就是, 到了初创公司,这两件事情可能就merge,因为在初创公司, 你可能自己就是老板,或者是说,你即使不是创始人, 你也是一个创作团队的重要成员,那你是对公司的方向应该是很大, 所以你自己的方向选择就很重要,因为你可以选择任何方向, 但是你要去,需要这个选择做,呃,做,呃,负一个责任, 然后呢,呃,你,你,你是不是能够配个80%的failure rate, 那也是你自己的decision,呃,所以这样的话,呃, 但是,呃,我觉得创业公司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你来做这次,啊,但就是你,你,你可控的factor很多,但是,呃,你 take forward 对,对,对,你刚才说到了这个,呃,作为大公司研究组的一个人很难改变公司, 然后,然后这点我其实挺有感觉的,像之前,之前有一期我也跟之前从Adobe离职的这个Lio流, 他是去当教授了,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离职,然后他说的就是大概就是说他做的研究在都比没有直接的这个产品对接, 然后影响力跟他就是不够大,然后所以他就感觉那我自己做research可能可能当教授的这个影响力会更大,呃,当然我之前也跟别的一些同学们也聊过这样子的话题, 就比如说离职啊,或者什么的,其实大概都跟这个很有关系,就他们想做的东西跟公司有一些偏差,然后呢,又很难改变公司的这个, 这个特别是公司的这种战略性的这种事情,你们很难这一朝一夕去改变的,所以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对,对,所以我觉得一些比较出色research可以 选择一个你觉得你比较认同的出场公司,我觉得其实是非常好的发挥的一个产品,对,然后那你刚才刚才其实你也提到了这一点,就是说你在国内感觉 招的这个人才其实就是呃,跟硅谷比成本有比较低,而且质量呃,一样甚至更好,那你觉得这个创业过程中找到这种,这种很好的合作者很好的创业者是,你有什么样的心得呢? 我觉得还蛮难找的,就是呃,大家的想法都不一样,嗯,呃,因为没,因为比如说如果可以分好几类人吧,因为有些人他非常有主见,啊,有一些人, 那些人是希望呃,能够呃,嗯,大公司给一个很安全的环境,然后去去做他们的工作,所以呃,呃,从出场公司来说,我们呃,呃,呃,在早期的时候可能希望找一些自己非常有主见,很有想法,而且是很靠谱的那一种,嗯, 然后这一类人呢,而且要跟你的大的,呃,兴趣要比较,比较一致,比如说我刚才说怎么样让这个实时的视频的表达力比更强,那这件事情大家可能都要感兴趣,呃,那这样其实就,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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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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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还是那件事情更有意思 那会会过来再找我 然后再加入 所以有时候会会很靠一种缘分吧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我觉得 保持跟很多很优秀的人 经常有一个 比如说我觉得 李丁两天是非常好 就是我觉得 如果很多CSPGD 有一个沟通的一个 一个一个Foreign 然后大家平时可以 需要一些信息 然后每个人会更 更Well-informed 然后你就可以 make a更好 decision 然后对我们来说 也可以更好的Expose Expose给正确的人 就会比较重要 所以回到刚刚问题就说 我觉得招人 还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可能会花掉 我可能很多大部分的时间 那你刚才说到这个 那刚才你说的是招 比如说你的团队 已经定好了一个方向了 你们想做 比如说这种实时视频 表达的这种方向了 然后你是要招一些 靠谱的员工 然后那作为这个 找一开始的 这个创始团队的话 特别是你第一次创业的时候 你是怎么样找了这个团队呢 其实也差不多 就是第一次创业的时候 其实也是有一个方向 方向总是总是会有新根基 更大 一般老师会有个新有个方向 那即使现在这个方向 其实说我虽然说提高视频表达 但这方向其实很大 中间对决定东西非常多 所以早期加入的同事 他虽然都在这方向里面 但他其实对这种方向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到底是做成产品A还是产品B 而是针对客户A还是客户B 是用技术方案A还是技术方案B 其实现在的同事都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力的 所以最开始的时候也是差不多一样 就是我们 我大概有个新的想法 然后去跟很多朋友聊 那聊的过程中就会有些朋友会比较有兴趣 或者是说他认为有他的某个朋友会有兴趣 那我们就就用这种网络式的方面去聊 那最后就找到几位就是觉得谈的会比好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创业过程中可能最 最有意思的事情是慢慢的你可以发现有几个人 然后你们算是自去相投吗 或者说可以形成很好的信任关系 这个可能是创业最大的收获 这种关系不是说你在大公司里一起共事了五年形成的 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信任关系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创业最大的收获 我觉得一辈子你可能交不掉交不到非常多 我觉得以我的能力来说我就十个之内 可能就是最closed的 也许也许过几年 比如说我能力更成长 也许我能控制20个人 我就maximal了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的 可能是只得花时间去去做到的 我之前听过一个这种关于team building 这个团建方面的一个说法 就是说团建的过程中需要找一个那种有一点点危险 当然又不能有真正的人生危险 因为你保证自己团队的同学都是安全的 但是你要赶制造一点点这种危险的氛围 让大家一起去解决这个这个危险的问题的 比如说一直去漂流啊 比如说一起出去这种什么这个这个逃脱密室啊 就是就是这种有一点点这种比较刺激的环境 他这种情况下建立的这种bonding是是联系会更紧密的 然后这也回应到你刚才你说这个大公司和初创公司的一个区别 就是在大公司可能你看我们的这个呃研究成果不太work 或者说这个产品失败了 但并不会影响到这个研究组的这个生存很快的生存吧 所以说呃就没有这种危机感 所以说必须得要这种外部的这种团建活动来来来建立这种联系 但在创业公司有一点很不一样 就是说如果说今年这个fisher fail了 很有可能你们钱就烧完了 然后所以说这种这种危机感是每天都存在的 然后你想像就是我们这种一年几次团建的 然后但是在创业公司是一年365天都在团建 而且就是你解都是非常非常 呃everythings on the stake 就是这是这是很很很大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我感觉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理论知识的 对是然后我觉得感觉还是很明显的 就是我可以比较之前的同事 因为自己的同事也是非常非常要好 然后但是创业公司呃有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同事跟你呃 同事一年你就发现其实已经比较深厚了 了解了解呃那你还有什么其他想跟想跟大家分享的吗 嗯还好吧可能没有特别的呃 嗯也许我可能想打个广告 可以可以打个广告 对对我们现在公司叫做vstream 叫世界最来啊 刚刚提了一下就是我们在做呃那怎么样提升 实时的提升呃视频表达和视频沟通的效率跟体验 然后这一块其实对hci然后graphics啊convibation然后speech 其实这个几个domain的需求都蛮高的 因为你你的视频表达过程中有语音然后有有交互 那最快我发现很多很多的视频可能没有特别往这个方面去看 我觉得是很好的机会 然后我们现在还是比较早期的 所以如果大家加入的话可以很大的影响这个这个项目的将来发展的方向 那我们现在在杭州 然后我觉得如果你想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会会比较开心 啊我们最近也啊我们最近是拿了信心资本跟红山中国红山中国的呃的投资 所以啊我们会比较expect比较高速的一个发展吧 我觉得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这个 对但是到之后我也会把这个联系方式和这个申请方式放在这个呃视频 会音频的这个show note 里面嗯其实我还突然有一个刚才你聊到这个红山资本线性这个资本的这个这个投资吗 其实我有一个题外话就是呃对于这种vc founded startup和这种boost drive的startup 呃你对这两个方面有有有思考吗 嗯不是这样的方式我其实没有做过 我只是看到过一些嗯可能会适合一些 就相对来说速度会慢一点这么说 对总体一般来说稍微慢一点点 比如说对一些发展特别快的 因为其实vc的钱你可以拿也不不拿 就像我们现在我们也可以选择不拿 那每次选择拿它钱的时候 你肯定是有个谈案 就说因为这个资金对你重要性在什么地方 比如说我们现在呃明行这一块我们会需要做很多research 那这个research的话 那我们需要资金去能够找到最优秀的加入我们 那这个是boost shop是你要做的啊 但是如果你是比如说我就做个企业服 我现在有几个客户 我先把它做好 做好了会有营收营收 再做到个招定人啊 再把它给做大 那这个boost shop 但很多啊创新型的技术创业的公司 其实很难做这件事情啊 需要vc大 对这也跟我之前的理解比较类似 但是如果说在一个高速成长 特别是需要就用到cutting edge的这种研究成果的情况下 可能比较难boost drive吧 可能也有这样子的案例 只不过比较少 对对像facebook这样的 他其实可以不下 就理论上是 但是他他他虽然可以 但是他需要速度 因为如果他太慢 会会别的竞争队会干掉 对啊对啊 可能当时的myspace 或者其他几个可能就会把它干掉 对对对挺好的 那今天跟呃唱应的这个聊天也非常的有收获 然后这期节目我们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意思的欢迎订阅 并在你的朋友圈分享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在show notes里面 也会有李丁聊天室的官方网站和联系方式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